香港的政策不會改變 林妙恩來答應 新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接掌了香港事務 曾蔭權今次去北京 亦和他見過面 曾蔭權說 習近平對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都相當了解 雙方還談過2012的政制安排 我見到他很親切 亦都很關顧香港的情況 我自己印象是相當不錯 大家都知道國家政策對香港是不會有改變的 我相信今次由習先生和曾蔭先生接棒的時候 不會有任何具體的改變 但我只是感覺上 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外戶都是一如既往 對於近日環球股市波動 曾蔭權說 香港經濟基調好會捱得過 他在北京亦拜會了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和證監會主席尚福林 他說人行同意 深發人民幣業務合作 中央亦在考慮著用甚麼形式 容許內地個人投資者投資港股 暫時沒有時間表 有線電視記者林妙欣報導 屯門一間幼稚園的前校監同校長 為了不想令幼稚園倒閉 詐騙教統局的薪金資助 用來做幼稚園的營運開治 他們承認詐騙法庭會押後宣判 王永國報導 在屯門的雅麗斯英文幼稚園 零四年頭因為收生不足出現財政壓力 案中兩個被告是當時的校監和校長 他們要求九個教職 相信不會有影響 慎若惠在北京陪特 奧運聖火傳遞會在今個月24日 在希臘點上 整個火具接力過程是史上最長 有130天 參與人數也是最多 單是火具手就有2萬個 不過中外記者現在最關心的是 近期西藏的騷亂 會否影響聖火傳遞 現在拉沙的局勢已經基本平息 北京奧運會火具傳遞活動 將按計劃進行 奧運聖火會在4月1日至5月3日 在境外19個地區 以及香港、澳門接力傳遞 再在5月4日起 由海南三亞出發 走遍內地113個省市 8月6日回到北京 8月8日奧運開幕當晚在秒巢點上 奧運聖火亦會傳遞到珠峰 但在登頂當日 在其他省市進行的傳遞活動 就要暫停 以免同時有兩個地方出現 與聖火有關的活動 有線電視記者一層為北京報道 看回拉沙的情況 有遊客就拍到上星期騷亂的情況 拍這條片的澳洲遊客說 他當時正在吃飯 突然聽到很多爆炸聲 又見到多部裝甲車和坦克駛入城 示威者大肆破壞商鋪 又燒車虧粉 蘇聯持續了幾個小時 拉撒四圍都布滿龍煙 全副裝備的軍人就是街頭巡邏 另外美聯社也發放國務院 有關拉撒蘇聯的片段 有人拉撒商鋪鐵側 亦都有人拿著利刀襲擊逃逸 英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克拉克病逝 中年九十歲 還有幾天就誕生 我們會由今天開始 直到3月22日有投票結果為止 每日不斷為大家 更進台灣大選的最新消息 沒錯 今天就是3月19日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在四年前的319 就發生了一種槍擊案 密槍擊案當中的兩顆子彈 就令到當時 在選情落後的 陳水扁和呂秀連 是能夠最終 以不夠3萬票之差 擊敗了連戰和宋楚瑜的組合 來連任總統 事隔四年 大家都很關心 會不會再有些異常不道的事件 會發生呢 在這幾天就盛傳 有人可能會用一些激進的手法 例如是汽車炸彈 來攻擊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馬英九 沒錯 刺馬全民在今天 就有最新的發展 被傳可能刺馬的兩個人 今天分別都向傳媒否認有這件事 我們馬上跟張化的吳子敏談一下 吳子敏你這幾天 都一直在馬英九採訪他 他這幾天有沒有特別的保安措施 張宏彥這幾天 我們一直跟著他 在台南南投新竹苗栗等等的地方 採訪他的拉票活動 車隊經過的地方 很明顯可以見到 有很多警員在暫光 另外一些集合的地方 都有警員 事先去到作仔細的搜查 當局就說 針對這件事已經加強戒備 四年前的今日發生陳水扁319槍擊案 馬英九說要防止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四年前 319事件給我們帶來一個很大的教訓 就是選舉當中 確實有許多無法事先預防的這些奧波 因此在我們這次選舉 已經盡可能的把可能的奧波先做一些規劃 做一些預防 在台灣由於傳出有人想用人肉炸彈 或者汽車炸彈去傷害馬英九 馬英九就說 暫時未收到這一方面的訊息 但是會加強防範 國安局和警政署都收到情報指 有人可能對馬英九不利 馬英九連日來 出入都至少有10個特勤人員貼身保護 他們拿著防彈公示包和配槍 馬英九登上裝有防彈玻璃的車敗票 也有拿著防彈盾牌的警員保護 現在在後面的小巴頂部 也裝有防槍擊偵測器 根據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一旦候選人死亡 中選會會停止選舉 國民黨主席吳白鴻也呼籲 就算兩個候選人 其中一個就商都要停選 除了行食傳聞之外 馬英九最近有關台灣是否要抵制奧運的言論 都是台灣傳媒近日的焦點 對啦 文子民 馬英九的取態相當強硬 他說不排除會杯葛奧運 他的對手謝祥廷當然會批評他 至於一班一直以來為奧運會 很努力地練習的運動員 他們又怎樣看這番言論呢 台灣的體會會就說 台灣的體會會就說 體育運動員很辛苦的奧運 才可以參與奧運 馬英九這樣說 其實很影響運動員的士氣 由規評馬英九 準備參加北京奧運的中華台北運動員 正是加緊訓練 馬英九說不排除杯葛北京奧運 體會會就說 不應該將運動員作為政治籌碼 這個是不該講的 這個時機是相當不應該 這個會影響到我們 在國家訓練中心裡面 選手這個訓練的一個士氣 對於馬英九說可能會杯葛奧運 台灣民眾反應並不是那麼好 那民進黨又趁機批評 馬英九講話輕率 不應該歡來呼氣呼應呼軟 形同兒戲 如果把這國家的大事 好像草率決策 形同兒戲的話 那當了領導這個國家 將來領導這個國家還得了 馬英九就解釋 提出不派隊去北京奧運 前提是西藏情勢繼續惡化 我們棒球隊 好不容易爭取到奧運的拆散權 我當然不會無故的放棄這個機會 台灣的中華棒球隊 是在個幾星期前 幾經辛苦才贏到北京奧運的參賽資格 由於2012年的奧運 可能取消棒球項目 所以今次中華棒球隊的奧運入場圈特別珍貴 有線電視記者鄧美玲在台灣報導 一般分析都指馬英九在台北的票員是比較穩的 所以這幾天他都集中在中南部地方拉票 他來遠台中張法這個地方造勢活動之後 就會去高雄展開他南部的拉票活動 暫時在這裏報道這麼多交給台北的兩位主播 好謝謝吳子敏 我們今天都去過兩邊陣營的競選總部 發現無論是藍營也好、綠營也好 他們的支持者和工作人員 都是相當熱情和士氣十足的 沒錯 到底他們快到投票日 有甚麼最後的拉票攻勢 台灣又會不會出現第二次的政黨輪替呢 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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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